我做過最特別的打工 就是去那個毛毛坡 打掃嗎 不是 就是堅穀 塞 就是你知道清明姐要到的時候 有些墳墓啊 是要把它拿出來塞的 因為有些官已經很久了 潮濕幹嘛 我們就去做這 因為沒有人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知道做這件事情 剛好是喔 你知道清明姐就是那個 每個學校畢業典禮的時期 我那時候就因為長期在那邊打工 就是我都沒有參加畢業典禮 因為畢業典禮就是畢業旅行 因為畢業旅行就是大概 七年前 四月之後 就是大家就去畢業 我就在那邊撿骨頭 但是呢 就是做那個工作 其實讓我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去就是 撿過這些東西啊 我就要想一想說 我要做的怎麼比人家好 你知道我那時候還就是 歧視臆想 就跟老闆建議說 我們幫人家做這個檢果 家人都不來 就可見他們就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既然沒有這樣子 可能平常也不會想來拜拜 因為這麼重大的事情就不來了 這樣子 我們要不要 就是給他們做一個 新的服務項目就是說 就一年有到 幾次要拜拜幹嘛幹嘛的 我們把它列出來 如果你不能來 我們幫你做可以賺多少錢 包套就對了 對 我就幫他設計了一個 這樣一個東西 居然現在後來變成 這公司的一個重要項目 笑到外包 有道理 笑到外包 其實你真的還蠻適合做這一行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小女白情也可以接一下 但是我以前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雖然大部分的錢都不是我在拿 我甚至我第一次就是出 那你撿骨不會害怕啊 不會啊 那白天 可是拿出那個骨頭來 很多人會害怕 那不會我們拿 是別人拿出來 可是呢 我們就要拿出來 去曬在有太陽的地方 去曬 那你是真的拿骨頭去曬這樣 對 那真的是拿骨頭去曬 然後曬往他的狀況 狗會不會叼走嗎 不會不會不會 他會 反正那個地方 會有一個區域圍起來 這樣子